首先要考虑隐蔽和机动 它的基地台全部为车载 天线通常仅有十几米 这样一个基地台所能容纳的用户不可能很多 满足不了军事通信的需求 为了容纳更多的用户 将整个作战地域分为若干个小区 每个小区设置一个基地台 移动用户除能在本小区通信外 还可很方便地从一个小区转移到另一个小区 实现走一路通一片 当部队分多路同时开进 只要沿机动路线稍前于部队 逐步滚动开设若干个基地台 互联后形成一个移动通信带 就和保障该地域内处于运动中各部队间的通信联络 当作战部队执行穿插任务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纵深 只要将车载基地台开至保障地域 就和保障穿插部队在该地域内的运动中通信 为保障运动中的作战部队与友林 与其他兵种与上级甚至直接与统帅部的联络 移动通信系统还可与其他通信方式相配合 以构成四通八达的通信联络 除此之外 军用移动通信系统还具有一些民用系统所没有的功能 诸如组呼 全呼 优先等级 现实通话等 这些功能对首长作战指挥有着重要意义 如军首长预与部分师团指挥员通话 可采用组呼方式将这些人呼出 同时进行通话 欲与所属指挥员通话 就可采取全呼方式进行 军用移动通信系统还往往采用数字化技术 加装保密单元 以适应军事通信稳定可靠和保密的要求 军用移动通信系统除了传递电话外 还可以传递电报 数据和图像